欢迎回到健康日记 接下来今天的第二个健康笔记本当中 我们要来考考各位 何者降能有效降低骨血的感染几率呢 第一个是多吃维他命 第二个是用免制马桶清洗屁屁 第三个是久坐30分钟后起身活动 我们先来问君豪你的答案是 我选三因为我以前看过医生 他说就是要保持通风然后让它干净 所以我觉得坐太久起身才会让它通风 不会一直闷在那边然后又让它复发 听起来蛮有道理的猜猜你的答案是 但是我觉得用免制马桶也蛮有道理 就你每次去上厕所的时候都洗干净 就是不管你是有汗或什么就是洗得很干净 美玉你的答案是 那我是选择二用免制马桶 因为一般有的卫生纸好像上面都有那种荧光剂 那如果说已经有感染的话 或者是说总有细菌 因为有卫生早上没有那么干净 所以用清水洗应该是可以降低吧 你觉得卫生纸不纯净这样 对 有的卫生早上没有那么干净 对 所以徐医师我们这一题二跟三都有人选的正确答案是 正确答案是三就是建议久坐三十分钟后要提升活动 刚才有提到骨险就是霉菌的感染嘛 那霉菌在什么样的环境长得比较好 就是比较温暖潮湿的环境 那我们如果所以久坐的族群会比较容易得到骨险 像我有很多患者都是司机大哥 那举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门诊的患者他是私人司机 那他就是已经骨险十几年 最后最近真的很痒才来找我治疗 那他是说因为不好意思那个开车载着老板 老板在后面他突然痒起来 对他不好意思抓 所以他就是已经真的很痒了才来治疗 那所以建议是说如果民众有久坐的工作的话 对那最好是三十分钟以后要起身活动 所以三十分钟起身活动不只这个对视力有帮助 对骨险也很重要 其实提到这个骨险刚刚美玉有提到 就是说你长在胯下还有这个肚子 就是还蛮有时候蛮尴尬的位置 而且你还采用错误的方法来治疗他 让他更严重 对啊因为一开始我也会觉得他只是一般的皮肤炎 我就擦那种面素利达姆 就是最普遍的药膏 然后后来也是没有效 然后就有朋友告诉我偏方说用盐巴去戳他 然后那时候已经破皮了 那时候又痒又痛 然后还是没有效 最后真的就是受不了了 就去找医师 然后治疗大概两三周后 就好像有改善也比较好了 可是好像有时候不知道是个不小心 好像又复发了 破了一阵子这样子 不晓得是什么原因已经很注意了 温度稍微偏高会长得比较不好 大概是45度以上它会长得比较不好 所以有些人说治疗香港脚去走那个沙滩的热沙 很痛 对可能会有点帮助 但是现在医疗那么方便 就是直接来看医生擦药会比较好 对 那美育第二个问题 其实不是只有你有这个问题 其实我大部分的祖险的病患 他们都有这样的问题 就会觉得说祖险还是香港脚是不是不会好 好像擦药两三周不痒了停药以后 没多久又会复发 其实这样的会有这么大族群的关键 是因为你还没治好你就停药 对 那其实黴菌的话治疗要停药的时机点 是你要皮肤外观已经完全恢复正常以后 还要再多擦药两周才可以停药 就像我们刚刚一直讲的 你那个治疗黴菌像除草 你要除根才不会春风吹又生这样 对 所以大概治疗祖险至少要一个月的时间 所以很重要的是你擦完药两周之后 假设它好 你还是要多擦两个礼拜 对 让它这个渗透到里面去 对 对 的黴菌除干净 除了这个西医的治疗方面之外 心姐 中医怎么来看待骨险这一件事情 是 像中医治疗刚刚医师说到说 就是潮湿是一个美 就很喜欢生长的环境 所以中医师的治疗就是 让调整这个体质 让它不是容易出汗的体质这样子 然后所以它可能就分内服跟外用的两种药方 像外用的药方大家就是走杀菌路线这样子 然后内服就是吃一些药 让你不会那么长排汗 是 然后像中医师有建议说 比如说可以 如果你要预防骨险 也可以去泡一些硫磺的温泉当杀菌这样子 可是如果你已经有骨险的问题 就建议还是不要去泡温泉 以免传染给其他人 其他人 对不要想说我自己好像透过温度来杀菌 但是其他就传出去了 是 那徐医师 骨险这个在日常保健的护理方面 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事 是 我们骨险就是 第一个要先自身注意自身的清洁 所以大概就是每天都要清洗会应部 然后保持局部的清洁 然后内裤也是要勤换 不要每天穿同一条内裤这样 那也不要穿着没有干的内衣裤 比较潮湿也会容易有险的感染 那内裤的材质最好选择是纯棉的材质 因为这样吸水性比较好 那也要选择比较宽松的内裤 不要说穿得太紧也容易会出汗 然后太潮湿 如果你有香港脚 或者是其他有皮肤险的问题的话 要积极治疗 不然放久了真的就会传染到 腹骨沟这个位置 那运动出汗以后要尽量擦干 然后保持会应部的干燥 也比较不容易有磊菌的感染 那你如果清洁的话 不要用过热的水清洁 那也不要用碱性像是肥皂 来清洗会应部 这样也会容易诱发骨险的痒 它会就你已经有骨险了 你在不适当的清洗 你会变得更发痒这样 那如果会痒的话 就是尽量要避免骚抓 以免会产生蜂窝性组织炎 那治疗骨险的话 就是要有耐心的持续的用药 不要擅自的停药 至少要一个月 对 不要觉得不痒就停药了 我想请教医生就是说 因为我长骨险以后 然后它会整个黑黑的一片 然后黑色素都会沉淀在下面 然后就一片 然后皮肤都干干的 然后非常的不好看 我想说有没有办法去治疗 这个这块就是这个颜色 然后它没有 变得跟平常的皮肤一样 不要均匀黑色素沉淀的问题 对 其实骨险之后 它会容易有色素的沉淀在胯下 就看起来黑黑的 但是其实你只要把骨险治好了 那个黑黑的它会退 只是要比较久 大概一到两年会退 一到两年 对 就放着一到两年会退 那我觉得如果真的有些人 有一些考量的话 想要快一点 可以擦一些外用的美白的药膏 会比较快退 但是我一般是比较不建议 因为外用的美白的药膏 也比较有刺激性 有时候它又痒起来 你会搞不清楚是骨险发作 还是是这个药的刺激性 你就放着让它自然退就好 要有耐心 黑色素沉会退掉 那到底骨险在饮食上面 还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呢 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 搞到最后告诉你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